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美容和美食的话题 今天演播室的第一位嘉宾是奔三仙餐馆的负责人美食顾问张纳森先生 张纳森您好 主持人您好 温区各位亲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张纳森您好 我知道您这个奔三仙饭店在我们这个湾区特别有名 大家一说提到奔三仙都是口水之流 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经营餐馆呀 都是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菜系 包括是八大菜系呀 或者是东南田北咸东辣西酸呀 那您的这个餐馆的风味是什么呢 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对其实我们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清真风味 嗯哦清真风味就是伊斯兰的风味 嗯对 哦他这个清真风味和其他的这个菜系呀或菜品 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他有什么特点呢 他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做法比较特殊 嗯从这个菜品啊做法上来讲 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其他菜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哦他的区别在哪里呢 他最主要其实在食材上就有比较详细的这个 呃划分了 而且我们这个主要的食材是由牛肉羊肉鱼肉组成的 嗯哦那您所说的这个奔三仙是不是就是指 牛肉呃羊肉还有鱼肉这三仙呢是吧 是是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这个呃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想起一个比较有标新利益的名字 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又生动啊又形象的来表达我们这个这个主题嘛 嗯所以后来就起到了奔三仙这是这三个字 对对对 而且对啊而且他又符合我们这个清真的这个菜系嘛 哦对呃在这我知道这个食材主要是牛肉和羊肉 因为我知道是在北方尤其是在内蒙古啊 他的食材呢大部分都是以牛羊肉为主 尤其是在内蒙古的手把肉您可能听说过 他都是牛肉呀或是羊肉当然是羊肉为主 呃牧民呢早晨早早的起来要蒸一锅很香很香的 留着黄油的那种的手把肉呃供大家来餐饮 那他呢食材呢一般都是选择在这个新杀的新宰杀的牛羊肉 那您这个食材呢是不是也是呃都是把关非常严格非常的新鲜呢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一家以清真菜系为主打的餐厅呢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注重这个食材方面的选择 所以我们在开业之前呢就特意找来湾区最大的一个穆斯林社区 他们下面合作的一个应该叫做第三方的检查认证的这么一个机构吧 我们通过他们来来采购这个指定的牛羊肉 哦对对对呃我说到这里啊我想那个知道一下 因为这个清真餐馆和其他的餐馆还不是太一样 好像这个牛羊肉也不是随便从哪一个市场就能买的 它是一定有严格的标准 据说是还要有一定的检测的检测的机构来来执行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是的他们呃不定期呃三天左右都会到我们这边来抽查 呃比如说抽查我们的这个食材新鲜不新鲜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卫生状况啊 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督作用吧 所以好像据我了解来说我们这边好像还是湾区这边 唯一一家接受过真正的这个穆斯林社区认证过这一家中餐馆 所以这个对大家这个呃这个吃上来说 这个食材上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 哦对这食材这个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呃那是说您这个呃餐馆里啊最拿手的招牌菜是什么呢 呃刚好说到招牌菜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呃终于把这个准备了很久的这个清真菜里边 非常有名的这个清真八大碗准备出来了准备呈现给我们班区的大家 哦那这听起来就很诱人这个清真八大碗都哪八大碗呢 这是过年了非常的吉祥啊这个数字 对对刚好说到过年我要在这里给我们班区所有的华人朋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呢新的一年里和家欢乐万事如意 嗯嗯那您这个八大碗都有没有具体的名字呢 有有有其实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清真八大碗吧 其实它是呃穆斯林传统的一个民间样客的一个形式 它指的是呢八种装在大碗里的炖菜 呃有荤有素有牛肉有羊肉有鸡肉有鱼呃看上去红红绿绿的非常好看 所以这个俗称啊叫清真八大碗 嗯嗯嗯那八大碗当然是八种菜呀 它的口味也都是各不相同肯定是荤素搭配的也非常好 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呃过这个出席夜的时候团圆聚会的时候是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这样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八道菜都是什么 嗯 一个呢它叫清炖歇羊肉 这个就是我们八大碗里边的头牌吧应该算 嗯嗯因为我们选用的是精选的羊肉先慢炖再蒸 所以它这个呃品尝起来呢 这个汤清肉香 嗯厚而不腻口感真的是非常好 嗯 然后第二道菜呢啊红烧牛肉 这个菜其实就是比较传统了 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了 但是我们这个酱汁呢是我们这边特调出来的 所以口味呢也比较独特嗯 第三道菜呢叫黄焖土鸡块 哦这个呢是我们腌制好的用整只鸡啊 切块先炸后蒸 嗯所以也算是一个传统菜吧应该叫 嗯 然后还有呢呃比如清蒸鱼啦呃 酸辣汤里脊了呃牛丸烧白菜了腌笋焖豆腐了 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清蒸菜系里边的几道菜 哦对对对刚才您说到这里既有肉又有菜又有荤又有素搭配的非常的合理 营养呢也是搭配的调配的也是非常的呃呃呃比较合适是吧 嗯那说到这里我都感觉都有点流口水了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去品尝一下您这个奔三鲜的一个美食 呃那您再详细的给我们湾区的朋友讲一讲您在哪啊 对我们的地址是在呃Fremont详细的地址呢是36456Fremont Bollower 邮编的是94536哦他这个有没有具体的标志啊 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去那里找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建筑明显的标志 我们从我们从Fremont Bollower这边开过来的话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我们奔三鲜三个字 哦非常明显啊好的那说在这里啊我已经对我们奔三鲜 有非常清晰的了解 呃下一次呢我也想到你那里去尝一尝尝一尝我们地地道道的清真风味的餐馆 嗯嗯好的我刚才您介绍的非常全面 那么我们下一个位呢嘉宾呢正在等在我们的线上 呃稍后呢我们再见去聊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We all have a fish on now and then of the world where every neighbor is a friend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Fremont新章清真店奔山仙特别秘制新鲜正宗地道北方菜式和各类面食芝麻大饼牛肉馅馅馅羊汤水煮肥羊川菜辣子鸡红嫩羊肉招牌牛肉特色手工水饺肉包真心出美味真诚代顾客饭菜有特色味道很独特体贴你的心越吃越有味 奔山仙位于36456Fremont Boulevard另位电话51032050995103205099蒸汽火锅羊肉烤串宵夜筹备中敬请期待 美国股市遇到阻力八年牛市结束了吗您对市场走势判断失去信心了吗 请来参加安盛理财负责人全球1600名之一特许市场技术分析师CMTDaniel Wu 有28年资产投资经验对股市转折点的分析并谈论比特币的实质与风险 搭配独家智能美股评级系统2月24号周六Fast City 报名电话650-600-1771-600-1771 网站报名paramending.com-seminar 华尔街之狼终于来了这是危机但更是契机 如何做到免受其害反而成为最大赢家 针对川普税改如何合法降低收入税 免除盈利税请听英途财富 联媒主流CPA专业详解 2月18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intowealth.com intowealth进入财富 获质点408-586-9969-586-9969 GMCC万通贷款Direct Lender专金大额贷款 EADH1信用部门两年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百分之十八家分公司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an.com查询利率 GMCC承证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650-996-1982-996-1982 D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agle Lender BRE Number 05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韵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int-Los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迎新春 苟年旺 万富理财送大礼 2月24号省税免税专题讲座 让您财富涨涨涨 GMCC万通贷款 Trainer James Jean 强调该公司专金大额贷款 南北加州现有八家公司 祝您购物美梦成真 中文投资网Chinese FM股票代号CIIX CEO Warrant Wang 讲解狗年比特币长期趋势 请于2月17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德利昂地产Dillion Beauty 全体同仁 恭祝新老客户新年快乐 某年大吉 衷心感谢在过去一年里 您对Dillion Beauty的信任和支持 新的一年里 德利昂地产将再接在地 合作双赢 与您一起创造一个辉煌的2018 业务接洽 请致电Melanie浴 650-485-0398 650-485-0398 650-485-0398 狗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 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参席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8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ren Wang 2018 W.A.R.R.E.N.W.A.N.G. 2018 W.A.R.R.E.N.W.A.N.G. 2018 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年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除夕年 明天就是进入狗年了 祝福大家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何家安康 美丽动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很好 很好 一说到美容 可能我们的好多听众朋友的 尤其是女士都已经调大了音量 因为爱美之心 人皆有吗 那么葛瑞斯王请你讲一下 就是这个美容 好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是不是说 哦 我这个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了 嗯 或是出现了黄斑 或者是一些色素纯着的一些东西 才开始美容呢 您可以讲一讲 从什么年龄段 开始美容 最好呢 其实皮肤的美容呢 应该是从很小的年级的时候就需要去保养 那当然我们放在脸上的这个护肤品 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会用的比较简单一点 那随着我们的年级慢慢慢慢增长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开始要用比较多的一些精华素 比如说我们在没有看到斑点 或者是没有看到我们皮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去保养 我们不能够等到它的皮肤已经产生 比如说有色斑啊 或者是有暗苍的时候才去解决 那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护理 包括要增加一些仪器啦 或者是说我们要增加食疗方面的 那所以我的意见就是 我们的应该皮肤是在年轻的时候 去开始进入这个保养的状态 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体的荷尔蒙会变化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皮肤到底是一个干性的皮肤 或者是油性的皮肤 或者是问题性的皮肤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皮肤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体现到 在皮肤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其实这个护肤和美容 都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 不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了 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去做 应该是从食疗或者是保护 或者是药疗方面都要同时进行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红波 所以我在我的就是这么多的客户里面 我自己的那个有一个总结 就是觉得皮肤是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从十岁吧 举个例子 十岁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能要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用一些比如说防晒的产品 保湿的产品简单的 因为当我们在在外面去接触外面的空气啊 或者是阳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产生很多的色素层 那么可能小朋友他们上上学的时候 可能也不会注意 就是会弄脸上比较脏的东西 所以容易就产生暗窗 所以到我们那个时候呢 也我们清洁的产品也必须要跟进 所以妈妈们就是要注重他们在家里面清洁和他们的一些防晒系列的产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不是这个他越年龄越小 他这容易产生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加州阳光非常的充足 比如说是一些他的晒痕呢 或是疤痕就留下的非常明显 是不是这样子 对的对的 所以在我们美容院的话 因为不光是帮客人护肤那么简单 就是必须要去帮他们改善已经产生的问题 比如说色斑的问题 在南湾来讲 就加州的阳光也很厉害 而且南湾也比较比较干燥 所以的话呢 皮肤会产生很多色斑 那么产生色斑的同时也会产生皱纹 因为非常的干燥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两大类是同时要在进行的 所以皮肤的这个说到就很细致 说到什么时候年龄层需要去保养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界限 应该是应该是在你很好的状态底下 其实你就要开始要保养你的皮肤 因为你不想希望将来会产生皮肤有色素 或者是老化性 甚至是疤痕性的一些问题 所以的话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护理皮肤 对说到年轻呀 那我们有些青少年他这个年龄尤其是十六七岁到二十岁之前 有好多孩子呢 脸上会有一些暗疮 这是他们爱美的这些孩子们 还家长们非常头痛的事情 那您在这个业务范围中 是不是有关于这个青少年暗疮的治疗方面 也有独到的这个技术和这个理疗方法呢 是的是的 红波 在暗疮方面呢 我就治疗的比较多 一般来说的话 暗疮是在青春期分两大类 一般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可能就十二岁到这个二十岁之间 我们就会产生一般座疮 都会在那个额头上面开始长 那么呢 在那个时候的话就马上控制 因为要不然的话 从额头长到脸部 到下巴的时候 就已经扩散到整个脸的时候呢 那么他的疗程就会多了 那么在我们的公司的话 小朋友过来 我们都会通过在心理上了 还有他的外面的护肤方面 我们都会跟他做一个跟进 因为很多小朋友 他们可能会不喜欢去 比如说洗脸 也不喜欢去放化妆品在那个皮肤上面 所以的话呢 很多妈妈都很头痛 所以我们都会跟他们教育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必须要每天晚上 你必须要洗脸 然后还有就是痛有暗疮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去抓他们 因为这样的话 很容易留下很多细菌 并且会长得越来越多 所以的话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一些小朋友 他们在饮食方面也不自动 所以的话呢 我们也会通过这方面 告诉他们 多喝水啦 多吃水果啦 多吃青菜 然后不要吃那么多煎炸 辣的东西 还有一个甜的东西 因为这个甜的话 非常伤害皮肤 所以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 比如说毛巾啊 洗脸的毛巾啊 还有枕头啊 他们都要常常换 大概就是如果有暗疮的小朋友 他们都要常常换 比如是两个礼拜 他们必须要换掉 枕头的那个套子 因为的话 里面上面有很多的细菌 所以的话 变成暗疮方面 我们是从体外 还有体内 一起来处理 哦对 内外监制 刚才您提到一个 还有心理方面 那这个暗疮和青少年的心理 还有很大关系吗 这个会有一点 因为呢 一般的小朋友 他们会觉得自己长暗疮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很不 没有自信 因为比如说像我本人 我也长了15年的暗疮 所以的话 那时候我也很头痛 因为那时候是 没有这么好的 这个医疗技术 没有这么好的产品去用 所以的话 我在我的小朋友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常常鼓励他们 因为我知道 他总会在很短的时间 通过我们的治疗 通过我们的产品 他们很快就会治疗好 那所以的话 我们都会安抚他们 叫他们不用担心 然后呢 就叫他们鼓励他们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个生理的一个转变 这个过程 所以的话 对对对 有些小朋友是 他有遗传的基因 那么有些是他后天的 就是他不注重生活的作息时间 或者是不注重他的洗脸 所以我们都通过 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单独性 去针对他们的需要 然后去开辅导他们 还有就是皮肤上面的 这个帮助他们 是 那我们作为家长的来说 平时也要督促自己的孩子 不仅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从饮食上 从心理上 从个人卫生上 都要合理的饮食 各方面都要注意 才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效果 是不是 对对对 那格尔斯我听说 您那里 就是不仅是有 这个美容护肤 还有好多男士 女士的化妆 也都是非常的 是有特色 现在就是马上过年了 有很多party 或者很多的约会 那么我们怎样 做一个好点的妆容 去参加我们的party呢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我有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 因为一般到了今年 先说今年2018年 我们的色调 我们的颜色的色调 比如是穿着方面 或者是妆容方面 就比较靓丽一点点 今年的颜色会流行 黄色了 蓝色了 然后宝蓝色 那么在这个妆容方面 或者是我们穿着打扮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配 就搭配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衣服 是一套紫色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着重在装 眼妆的那里化妆的时候 会增加一些 粉紫色的一些 那个eye shadow 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眼线 眼线 也要非常的着重 因为当我们要去拍照片 或者是说我们走出去 眼睛的化妆是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整个装容的 一个灵魂来的 对眼睛是新年的窗户 对对对 对对 那在穿迪组打扮上面 我就会比较 比如说我 知道我今天这一个 这个party 我是要比如说 有很多拍很多照片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 就穿的稍微的明亮一点点 不要穿太多黑的 或者是说里面一件 比如说外套是黑的话 里面的那件衣服 也可以穿的亮丽一点点 让它有一点对比 那么在拍照出来的话 就比较的明显 而且比较的亮丽一点 对对对 那么而且 而且开party了 你都想说 让大家看到 很开心的感觉 嗯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 一个 有经验 那么当然 当然我也 我也知道说 有些人可能 他不喜欢化妆 那么如果他 不喜欢化妆的话 他想肤色看上去 比较 比较好看一点 精神一点 那么也可以 差一点点的 那个 就是我们的 那个腮红 而且还有 就是口红 那么这方面 也可以增加 我们皮肤 看上去的明亮度 哦对对对 这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是对对对 这我真是学会了 一招啊 以后我们参加 各种聚会party的时候 一定要穿 亮丽一些的衣服 然后多擦一些 比较这个 亮色的这个眼影 是不是 能够突出这个眼神 是不是 对对对 好了 那就是格尔西您讲了这么多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 有用的信息 尤其是这个青少年护肤啊 这个内外兼职啊 心理方面的 好多信息都是我们家长 和好多听众朋友 都想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呢 肯定好多人要想 到您那里去详细的咨询 有关美容 护肤 有些详细的问题 那您介绍一下 您的地址 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 在哪里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8-861-0886 我的名字叫Grace 您再重复一下您这个地址 和您的电话好不好 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在记 您再说的慢一些 然后让我们听得更清楚一些 好不好 好谢谢 我们的名字 公司名字叫Balford Day Spa B-E-A-U-F-O-R-T 然后是Day Spa 我们的地址是4314 Moore Park Avenue M-O-O-R-P-A-R-K A-U-F-O-R-T 在Saint-Jose Sickle是95129 电话号码是408-861-0886 好了 我都记得很清楚了 当时我肯定给你做一个约定 好的 再见 谢谢你格尔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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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P-A-R-T 华尔街之狼终于来了 这是危机 但更是契机 如何做到免受其害 反而成为最大赢家 针对川普税改 如何合法降低收入税 免除盈利税 请听英途财富 联媒主流CBA专业详解 2月18号星期天下午2点 报名intowealth.com intowealth进入财富 获质点408-586-9969 586-9969 董燕杰SBRE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地产买卖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德利昂地产 就如何在硅谷房屋 卖出好价钱 举办三场卖方研讨会 首场研讨会 于本月20号下午 在Palato Hills Country Club 举行 第二场及第三场 于2月24 2月27 分别在Millow Park Los Altos举办 详情及定位 请致电650-543-8500-543-8500-543-8500 电子邮件 rsvp-at-deleon-vealty.com 此讲座为英文讲座 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美国股市遇到阻力 八年牛市结束了吗 您对市场走势判断 失去信心了吗 请来参加安盛理财负责人 全球1600名之一 特许市场技术分析师 CMT Daniel Wu 有28年资产投资经验 对股市转折点的分析 并谈论比特币的实质与风险 搭配独家智能美股评级系统 2月24号周六 Fast City 报名电话650-600-1771 600-1771 网站报名 Pairlanding.com 斜杠 Seminar 迎新春 狗年旺 穿路人家新年盒菜 四喜拼盘花甲冬瓜汤 一品麻辣锅 蜜质冒烧鸭 窝笋虾仁 山东得猪爬鸡 年年有余 淋雨炒饭 欢迎新老顾客光临品尝 迎新春 狗年旺 穿路人家地址 3581 Homestead Road Santa Clara 加Lawrence路口 订做电话 408-564-4958 408-564-495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ew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费屋讲座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让我们来访问 Top1 Investment负责人 Kendra Go Kendra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今天是大年除夕 好 首先首先在这里呢 恭喜新年快乐 然后万事如意 是 祝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快乐美满 并且是步步高升 苟年行大运 是 那我们这个就拖 今天Kendra的这个吉言 让我们来听听看看 现在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在哪里 首先要看到 今天的道琼斯 再度上涨了253.04 今天是收在24893.49 标普500上涨35.69 报收在2698.63 纳什达克上涨130.11 收在7143.62 其实这个已经是下跌了 大概10个percent以后 连续上涨了几天 还算是不错 已经回来了 就是下跌波的60%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 Fibonacci number 可是看到 Kendra 昨天报告的CPI 1月份增加超过0.5 这个是超过预期的 但是1月份的零售 是差于预期 这两个消息 还是CPI的增加 对大家所重视一点 因此今天的10年公债回收率 又push到最近的新高是2.91 是自从在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了 是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 这这波上升的这个利息 其实当然我们市场上普遍来讲 也已经标运在这个利息 包括联储及这个加息的这个行动 就是说从市场的早期的理解 是今年三次 四次结合机会不是很大 也有几端能结合最多两次 但现在两次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声音哈 三次现在也慢慢慢慢在消失 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呢 相信联储及在今年来讲 是必然会加四次 现在对明年的这个加息的这个幅度 有差异性 这个是今年的这个四次 开始有 越来越成为共识的这种 趋势 趋势 哦这很可怕 这个三次是肯定的嘛 两次我认为联储及不太可能 在今年只有两次的加息 所以三次是这个基本最少 那四次呢 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开始形成的 一个在前一段时间 还有比较少数人提出四次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这个 consensus 是向四次这个方向转移 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quarter就一次 三月一次 三月一次 六月一次 九月 对对对 九月跟十二月 但是现在有分歧是在于明年的加息的例 明年的分歧 原因是什么样 从两次到四次的差异性比较大 极端的到四次 比较 就是两次到三次 在今天来讲还是个主流 四次还是比较少人 只有少数的人 想要提出 但我们现在就是怕 慢慢慢慢少数变成一个重数 但我们要知道联储就在过去 这个劫策 很多时候是真的是随着市场走 市场的 因为现在这几任的这个联储局 这个主席 新任主席 新任主席 这个策略跟 Alan Green Green 那一段时间 这个实习的 这个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Greenspan就是老先生 Greenspan是一个 它是一个不透明的政策 就是说不要让市场牵着走 对 那现代来讲是尽量透明化 透明化 讲所有政策各方面的这个措施 不要有surprise 不要surprise 给市场知道 就是它的好处是在 因为就像经济学里面有讲过 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这个 众人的这个智慧 是超过个人的这个智慧 就是有时候我们打败不了 这个市场 其实因为你个人这个智慧 是有限的 那市场的这个智慧 是隐眼要超过你个人智慧 那他我想联储基地采用的 类似像这样经济学的原则 就是我们小数的这个group 这里面的人的智慧 很可能不如市场 既然是不如市场 那倒不如我将信息 透露给市场 让市场去决定 那我看市场的反应 是怎么来跟着这个之后来解决 我认为这是其实符合 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学的原则 就说我不能将 我将决策这个过程 不是由我们来决策 是市场告诉我们怎么走 我做出符合 我个人 我个人反而是这样子看 就是说他们的透明化 他其实有个 这个理论呢 是支持他们这样做 就是让市场决定 所以我们看到 市场一旦成为共识 联储基 也会跟着他这样去做 但有时候市场 市场上有时候很奇怪 就说有时候我们也要看 看他们想要怎么做 我们去猜测 而市场的反应 很多时候也是反映出 我们对联储基的看法 他们想要怎么做 我们再反映出 这时候谁影响谁 这个就是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从联储基 这个角度来看 就说一旦市场形成共识 加事实 我认为 他最喜欢他们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任以来 这一脉相传 在线任的联储基主席 我相信他也会沿着 同样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所以市场上的consensus 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这个市场来讲 当市场大家认为是事实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就事实 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 包括就是说 可能是说什么战争的 某个区域性的战争的影响 或者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或者是 大事件的发生 大事件这个发生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通货膨胀 很多时候我应该这样子去理解 其实也 我个人认为 也可能是因为 最近这几个月 下半年 去年的下半年以来 我们看到一轮的 这个美元的这个贬值 也可能间接导致 这个通货膨胀 比我们一起来的高 所以导致我们认为 联储基会加息加的快 但是联储基 如果加息行动 比我们一起来的更快的话 那美元会变得更强势 它某一种程度上 也会导致这个利息下跌 这个就是有 这个是我认为是相辅相成的 互为彼此 互为彼此 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 联储基会加息行动会加快 OK 因为通货膨胀上涨了 对不对 所以一旦但是呢 如果市场形成这个共识 如果联储基真的采取行动 加快这个加息这个步伐 而周围的国家 没有加快这个加息的这个步伐 那美元就会变得 相对来讲会更强势 那当然 对不对 强势的话呢 必然会通货膨胀会下跌 所以如果一旦强势的话呢 通货膨胀下跌 那等于联储基也不用 加快这个加速步伐 所以我认为 可是现在市场的感觉 是认为通货膨胀 不单是美国所害怕的事情 是全球都在害怕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时候 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加息这个幅度 很多时候不是指于 美国这边自己国家来决定 它很多时候还是大环境来决定 就是我们要看周边的这个国家 主要的美国的竞争对手 像欧洲 日本 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竞争 如果假设他们的加息步伐 比我们想象 或者是欧洲下QE快要结束 这个人讲得很明确的 这个方案赢出来了 那日本 假设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并没有复苏的很强烈 或者比美国更slow一点 这等于他们的加息会更慢一点的话 美国相对来讲 它的加息步伐很可能会减慢 因为如果你还是保持 严有的配置的话 那美元就变得强了 美元变强的话 就刚才所讲 突破膨胀油会回落了 所以加息也没有必要这么强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个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通货膨胀 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 我真的认为 这是就是因为美国的货币贬值 在7年的下半年开始 一轮的 也就等于Donald Trump开始 质论之后 将近一点不到一点 下半年 我们在上半年还看 美元还是比较强势 在7年的下半年开始 几乎满一年的时候 快满一年 大概7年3、4年份开始 我们看到贬值的步伐有加快 在今年年初 也是一轮的贬值的幅度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起看 就是说因为贬值 它带来几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是什么 通货膨胀加快了 OK 第二是什么 它也间接地出进了薪水的提高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贬值导致了 就是美国的企业的更有生产力 更有竞争力 对不起 更有竞争力 更有竞争性 更多的会请企业来讲 这等于它更乐意去请人 矿冲 那职业市场质量会变得更淡 所以从这个角度 因为货币贬值的话 企业就有这种 motivation去请人 假设是货币很强势的话 很多的企业就不愿意去请太多的人 因为它的东西本身就很贵了 再如果再请更多的人 会变得更贵 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 在过去这段时间 货币的贬值 也其实也可以解释了 就业方面的持续的改善 甚至导致薪水的提高 这个就是Jana Gannon 在以前来讲 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在Jana Gannon 在前几年的时候一直在讲的就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失业率这么低 薪水还没有提高 这个就是他觉得 现在终于看到薪水提高 我认为薪水提高 就是因为反映出美元贬值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这个因素 结果 结果 这就是我的看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美元贬值 就像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加快 也必然会导致这个薪水必须要提高 加快 这又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通货膨胀提高的话 等于如果通货膨胀没有提高 要等于是薪水也很难提高 这个就因为大家不需要 这个压力也给资方的这种压力就不会太大 因为有pricing power在的话 对对对 东西高的话 大家的 等于投资方 资方来讲 它受到压力会很大了 因为员工对于他们的这个 需要增加更高的这个薪水 去抵抗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压力就会增加 所以从这个几个点 但是有时候经济来讲 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 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的因素 因为它是整体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我个人观点 是整体连在一起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轮这个利息最终是决定于是什么 是决定于全球 全最终的这个国家 其他国家这个发展 未来这个发展 这个假设就是美国货币贬值到这个程度 如果万一其他欧洲的这个发展减慢下来了 日本也减慢了 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一个 那这样来讲就出现了裂转 裂转和利息就回落 那美元会变得又强势起来 这个就是我个人这个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贷款的利息 各方面这个利息其实就决定于美元是否将来有变强势 如果美元还是保持今天这个弱势的话呢 利息我个人提前认为还是要涨的 或者是说最小跌还是会上涨 它可能有中间有个波浪 如果美元上涨的话 反而有助于利息平稳 是是是是是 我我就像刚才所讲嘛 就是说从投资者这个角度也是一样嘛 投资在美国的这个 如果假设任何那个钱进入国外的 从国外国内国外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说从其他国家这个投资者这个角度来看 他投资在美国 如果他认为美元将来会贬值的话呢 他必须提高现代的回报力 来抵消掉可以看得到 美元将来出现贬值的可能性 那意味着是什么呢 他的借贷成本一定要上涨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美国的债 是很多时候是国外的投资者拥有的 并不是完全美国的投资者拥有 这包括大量的全球的各地的央行 买进美国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联邦债件 也买除了联邦债件之外 他们也买进跟这个房贷有关的这个债件 也有大量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投资者 那如果他们的货币 如果美元如果是贬值的话 那他必须要借你更高的这个利息成本 才可以抵消得到未来 可以看得到这个 所以我个人说我觉得 美元的这个贬值 今天其实是主导了利息的这个变化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那天爺我们来谈谈加息 联储局到目前为止已经加息了五次了 五次呢就等于1.25个percent 因为他每次都是涨0.25 如果今年再加上三次到四次 就算是四次就是九次 如果再把2019年的算进去 三次的话就变成12次 那你想想看 这样子就等于这个利息就增加了2.75 硬生生的就增加了2.75 接近三个percent 再加上原有的那就已经超过 别忘记还有明年的 对啊 这个还有明年的加息在内 你觉得美国的经济是好 股市是好 可是美国的股市之所以下跌 第一天下跌666点 是因为大家怕加息太快 是是是是加息太多 比我们一起来的更快 对就是美国的股市好到没有像大家预测的能够那么脆弱 能够跟经济健全在平行线上面 所以股市才会下跌嘛 对对对对 应接着来讲 先不要考虑到什么美元啊什么啊 对对对 就单凭这个加息次数这么多到明年为止 2019年美国的经济能够承受十几次的加息吗 我个人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美国这个四次啊 或者是呃三次最少啊 这个我觉得三次无论如何是跑不了今年今年之内 我觉得我我认为今年如果三次明年三次的话 这个我觉得美国经济应该在这么多的这个利息情况下 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六次就是1.5个百分之5.5%左右 那再加上七年过去这段其实比例上还是算低的 从这个历史这个角度来看啊 它不算很高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美国的这个通风膨胀2%的话 你再加上GDP的这个成长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总的这个利息在3%以内的话呢 我认为是美国是承受 也加上来讲它的好处是在于 长期低利息也不是完全公平的 因为它这会资产招 第一会制造资产泡沫 第二是说它让财富不平均的分配 所以加利息呢 某一定程度上也保障的是 社会上很多的弱势团体 我们不要以为 借钱的人才叫弱势团体 很多时候借钱反而是强势团体 因为只有你有强势团体 才有办法借钱 没人愿意借一个弱势团体钱 所以很多时候弱势团体的人 就是说他必须 越弱的也没有人要借给他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靠这个Barn 靠这个投资银行的存款的利息收益 过去这些人 这十几年以来 十年以来 他们都得到不公 或者是说 他没有享受到经济成长的结果 所以加息也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是坏消息 对这些人来讲 他们增加他们的财富 好的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来休息一下 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继续听一听专业 来讲到这个非常专门的 美国的经济 以及贷款利息的市场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Kendra Guo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Ke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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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为合格的吃货吗 老赵 川菜馆 推出新菜了 麻辣细嫩的铲嘴蛙 麻辣滑润的脑花 老赵 川菜 麻辣十足 正宗地道 满足热爱川菜的吃货门 对美食的追求 老赵 川菜馆 三家分店 Montenville 欢迎唐食公司团购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先由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Montenville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 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der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ham Fremont Prescen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 GOOGAM 经营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 Kendra GOOGAM GOOGAM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TOP1investment负责人 Kendra郭 Kendra您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谢谢您在除夕的晚上 来接受我们专业的访谈 好 不要紧 我们乐意去做这个事 对对 谢谢 同时呢 我们每次发觉 就是在假期啦 等等的时候呢 我们的网站上面的收听率 回听率 特别特别的高 那是好消息 所以喜欢我们讲专业的 这个访谈的人 都不会失去掉这个机会的 是是是是 好 Kendra 我们刚才谈到了 您认为美国的经济 可以承受得起 超过十次的加息 就是已经加息的五次 还有未来将要发生的四五次里面 好 那这样子如何影响到 这个借贷的人的心理 从心理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说 从借贷这个成本来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房贷利息 其实已经很多时候已经 描运了 未来这个加息的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说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利息 就是过明年 会比今年更高 但是我估计不会高太多 五年固定 这肯定要更高的 但三十年固定 这个利息呢 就算比今天高 高不会太多 因为他已经描运了 所有的联储及加息的 描运不是完全描运 对不起 我要收回来 不完全描运这么多次 他可能描运了一个 一个六次 今年跟明年总共 假设加息这个 如果超过了这个六次的话呢 那利息要重新再 reprice一次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 三十年固定这种贷款来讲 在未来这段时间 可能是有一个小增长 就是到明年 但是大幅度增长 大幅度回落 我认为 这个可以完全 不大可能了 这个就是这种可能性 是有小小空间回落 有可能 然后再继续往上涨 那明年这个利息 我认为 most like是会比今年更高 但是呢 不会高太多 这就是我的 我因为也有可能非常panic 跟我讲过这个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真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不用担心 明年这个利息跟今年相差 不会太远 但是呢 估计应该会比今年更高 因为毕竟加息成为四十 OK 所以呢 但是现在加息多少 重说纷纷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谁 但是理论上来讲 现在这个加息 但月初的 三次到四次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能机会不 这肯定是的 两次是不可能 按照现在这个发展 这个情况来讲 如果是真的两次 反而会市场造成恐慌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叫 市场不喜欢surprises 你surprises就是说 你按照市场讲的这个利息加息 按照这个步伐就差不多了 你加少也不行 加多也不可以 加少人家觉得经济不好了 经济不好了 这个呢 是对市场来讲 他也会觉得害怕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认为是好 你为什么你觉得差 对啊 比我们想要更差 也不行 所以联储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为什么要符合市场的预期呢 就是说你不能做出 真的太大的这个surprise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 就是说像刚才所讲 这个利息是否有回落呢 我认为有回落是什么 假设美元变得强势的话 我认为 它会回落的 这个就是说利息回落 但是可能也不会回落太多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讲 若是美元 也是美国的国策 所以看到我个人感觉 有助出口 我真的感觉是说 并且让别的货币变得很强 对对对 他们就不利了 也就是现代的Trump的这个政策 这个我可以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 可以感觉得到 所以这个也我们到底是 其实你说我们也是不是很理解 其实这个方面来讲是大家都可能不太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是在美国经济这么好 各方面的就加息 内途也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好 更强的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落实美元存在 这个就是到今天为止 那我个人像这个节目以前也讲过 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之间的互相 国家国跟国之间 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的 货币战争 小小的这种默契忍耐 就是说避免的这个战争 为避免更大的贸易战 很多的国家愿意去忍受 这个那投资者是见风使驼 大家觉得可行 那这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个 忍耐的这个空间 那我就有这个利润可图 这个我可能很可能是说 是投资者猜测这些央行之间 我们讲市场的智慧 有时候是远远超越我们的理解 这是我的这个理解 就是说市场某一定程度上 在从7年的下半年的开始 市场已经感觉到 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避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战 通过货币之间 国家可能央行之间 可能会有一定的忍耐的这个程度 去避开了当今美国政府的强势 所以应以某一定忍受一定程度 这个货币增值 来避开了这个货币 这个我们刚才说货币战 真正的货币战 就是说这个是我从 这很难很难以理解 就是我们到底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不知道 这是我可能猜测就是说 市场这个智慧 可能甚至上已经看透了 这方面的这种信息 然后反映在这个货币的 这个这个这个变化之中 但货币它有个程度的 是说到了某一个程度来讲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我个人这个观察 开始有些央行开始 尤其央行 欧洲的这个央行来讲 已经做某事公开 告诉大家这个结果高了 这个其他的多数国家 亚洲的国家还不太敢讲话 我们看到欧洲这个央行 开始有发表一些意见 这个方面来讲 我国比较欣赏 很可能 这个也代表一些 就是说可能也到了一个底线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美国 继续这个加息步伐 继续往上涨 从所以我我比较倾向 我利息在很可能 在今天这个level会比较稳定 未来很可能 甚至少会回落一点 可能其实存在的 然后再会到某一阶段 又再pick up 所以我们要做贷款的话 要赶紧抓住这个 向来这个机会 在高峰 我个人认为贷款 永远是在高峰时期开始做 在列为低的时候 锁定利息 这是我认为是很久不变的 开始申请 对对对对对 这是很久不变的 这个这个真理 不要说 我等到低下来再做 那个时候too late 对对 这像我们投资也是这样 在股票 在买房子啊 或者什么 你永远不是在 在今天来讲 你到时候 有人投资 要去买个最top的 最hard area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 可能这个增值空间 真的不会带 没人告诉你 还有很大增值潜值 对 你在一个相对来讲 还比较低落时期 或低落的这个期买 那反而可能有增值的空间 在一个 大家都知道 看好的空间的时候 在一起买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增值的潜力 肯定就没有了 这个买股票也一样 买买地产也是一样 通料到零 贷款也是完全一样 你就在高峰期 做这个贷款 然后等这个回落这个时候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合理的这个range告诉你 不过过度的这个期待 不符合经济原则的话 那我也会认为 这会直接告诉你 大概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OK 所以国际的情况 也都是在担心通货膨胀 可能像美国的联储局的主席 他说的 如果通货膨胀达到2 就要积极的加息 现在失业率又低 然后这个通货膨胀 很可能会在2018年达到2 今年下半年 对 今年下半年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加息的步伐 就会开始增加快速了 其实利息一增加 存款的利息也会增加 钱呢 也会移到一部分去 跑到存款里面去了 对吧 那么跟股市互相争 这个钱的这个产品 又多了一项 所以买屋的人 就会变成因为 贷款的利息稍微高一点 对 他的borrowing power就低了 所以会抑制到 Seller想要很多价钱的这种欲望吗 是是是那也会 不过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买房子这个市场呢 还比较不受利息 暂时还没有到了这个阶段 我觉得买房子呢 利息呢 利息虽然是会上涨 但没有涨到一个可以让消费者不买房子的这种决定 这是我个人认为 买不买房子 不是看利息的增高一点点或怎么样 而是看失业率就业率 第一失业率就业率 第二是看能口的增长 第三呢 还要看他们对未来这个job的这个稳定性多高的预期 然后再第三还最重要的是看房价是否上涨的可能性 是 将来会上涨的可能性 好 那不管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股市也好 你在最高点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股票 还是还是undervalue的 那就像现在利息普遍是比较高 可是还是有一些贷款的program是蛮好的 是是 今天天爪就要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想跟重点跟大家推介了一个program 我认为是不错的 我们是有个五年固定在一个 如果FICO score超过760 然后是买房子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五年固定 最低的利息能够做到是3.5的利息 重新贷款 purchasing的 purchase 重新贷款我们可以做3.65到3.75之间 看你的FICO score决定的long to value 这也是五年固定 not bad 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而且不单只是这样 这个program最大的优点 是对投资房子放得非常的松 投资房子最好的利息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个利息 是在4.0到4.125 这个贷款金额是多少 这是可以up to jumbo loan up to 100万以上 都可以 就是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是是说任何贷款 我觉得在这个都可以 所以它的 因为它的投资房子跟自助房 这个利息相差不是很严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大家来讲 甚至有些客人 它可以cash out一部分钱 rendered property cash out这个钱 做这个五年固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最低 rendered property cash out可以到4.125 到4.25 假设一个非常好的FICO score 可以到4.125 这个利息 非常好是要760以上 760以上 这个FICO score 所以您觉得 cash out还是值得的 值不值得是 有时候我们很多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很多客人 想要买房子 买投资房子 或者是什么 或者有些客人 想买一个move up 但它有一个投资房子 以前买的是 代表金额不大 那它可以cash out一部分钱 加在一起去做 down payment 那那个时候 用个低的利息 4.125 这个利息 cash out一个五年固定的 这个钱 或者是有些人是买房子 我认为 做一个 做一个投资房子 如果4.125 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 这个选择 就是因为如果现在来讲 普遍来讲投资房子 就其他program 可能给到4.875啊 5.0啊 这30年固定 做江波动这种房子来讲 我能够做到4.0 我跟他说讲 4.0左右是purchase 如果是investment property的话 我认为在今天这个market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五年固定 它是用多少的rate 去给你qualify的 哦要加两个percent 哦OK 就等于要6.6个percent 来qualify这个利息 好的好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特别的program 又适合买屋 又适合owneroccupy 然后又是investment property 请文字短讯给Kendra 408-218-9760 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说 如果是自住房子的话呢 最好的五年固定呢 主要是3.65的低级 好的 谢谢Kendra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全部结束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除夕夜晚 我们明晚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听场 今晚 谢过华人传播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